主持正義 行政懶惰 只會罰錢 台東比武馬南王部落族人 22號特地北上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聲援南王空拍案 南王國小跟北南國中 就是在文化公園旁邊而已 他們小孩子一直到大 然後一直到青年會長之後 他空拍了以後 空拍了以後就開滑 民航局開滑了以後 他就貼告示你知道嗎 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這短短幾秒的空拍 核武畫面遭罰令族人怒火難平 主要原因不知道為什麼 從小生活的部落何時成了進行區 翻開內政部資料來看 台東豐年機場四周禁止施放 有愛飛航安全物體範圍示意圖 紅線區域內是從地面起就禁止施放 豐年機場到北南文化遺址公園 距離4000多公尺 而近飛範圍恰巧和普悠馬部落 傳統領域重疊對於天空權也包含在內 北南文化公園從小就是我們一個遊玩的地方 不管是風箏還是遙控飛機 直到現在的空拍飛機 我都從沒有看過有人去勸導 制止的行為 對 說到委屈處仰頭看天似乎在壓抑滿腹的委屈 回到部落單下青年會長職務本該是榮耀 而兩年才舉辦一次的北南族聯合年劇 普悠馬腦王部落等了20年 族人也利用空拍機記錄族人團聚文化傳序的時刻 並製作成紀錄片 不過使用空拍機的行為 卻遭民航局裁罰30萬 也對部落內部形成隱患 最重要最重要的青年要留在部落裡面 就是要做事情 這個事情部落不會青年發生 青年人就不敢再留帶下來 這影響太大太大 民航局不教而法為之孽 在民航局宣導不利的情況下 以開罰代替法令宣導而便宜行事 除了現我們部落的族人生活困境之外 對於整個北南族來說 在執行文化主權的立場上 更是遭受到嚴重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從事件脈絡來看 聯合年劇的舉辦和規劃 是由北南族10部落決議主辦部落 2020年獲主辦權的普悠馬部落 以長老為主的長青會 授權部落內各年齡組織執行 而這樣的年齡組織似乎也意味著 長青會在部落中 具有代表普悠馬部落的象徵性 而要如何在法律中 把長青會和部落會議 轉化為有力說辭 就成空拍案未來走向的關鍵定謀 回到原基法30條的精神 我們這個代表的主體 應該回到部落本身的文化習慣去認定 而不是說法條寫什麼 就是只有那個是主體 所以才會有討論是說 那我們是單純用部落會議的方式去回文 還是包含了長青會也要一併納入 民航局委任律師張家川表示 此案仍在訴訟中不便對外接受採訪 不過律師羅惠欣曾對空拍案提出以下爭點 包含交通部民航局禁航區的法令宣導不力 禁航區規範過於嚴格 並且無法用肉眼分辨等 而已經舉辦30多年的北南族聯合年聚 青年族人為文化記錄出力 反倒成了現行法律下的罪人 而男王空拍案也將在3月25號再次對付公堂 有的新聞給量度亂台北市採訪報導 已經有了 是 有的